大家好,欢迎来到我频道 我的频道是分享绘画过程和基础知识的地方 希望能得到大家喜欢 今天说说光对于一幅画的重要性 用一个小苹果举例 没有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给苹果一个测光后,就就是这样的 测光能很好的表现出画面的层次感和三维立体感 由于光线从景物的一侧照射过来 因此往往会在景物自己的表面上投射下一些阴影 这种明暗交织的现象 为表现具物的外形和纹理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视觉信息 相对于正面光来说 测光以其十足的自然性具有更强的艺术表现力 它在突出某些表面的同时 却让其他部分处于阴影之中 它隐藏了某些细节 却让场景中其他部分的细节更鲜明 在光照充足的区域 色彩非常饱满 而处于阴影 看看测光对人物改变 小苹果给它顶上加个灯 顶光照明可以让人脸变瘦 人脸是卵形状的 在顶光照明中上亮下暗 在色彩学中 亮色是膨胀色 体积显得大些 暗色是收缩色 体积显得小些 所以顶光照明下的人脸会显得更瘦 顶光照明也可以运用在影视处理中 通常用来给坏人打光 也可以用在正派人物表现正派人物正在一个不好的处境里 先看看小苹果的反应效果 我觉得底光很有意思 拍照肯定会避开底光 多用在恐怖情景 是日常的场景中极少遇到的光位 小光会使得脸的亮和爱与平常不同 明亮的下巴 鼻孔被突出 头颅被压缩 正因为来自底部的光照是罕见的 所以它可以备用来制造同样罕见的效果 逆光多用于拍大的题材 从苹果能看到物体边缘线出现高光 能够增强氛围的渲染性 特别是在风光摄影中的早晨和傍晚 采用低角度 大逆光的光影造型手段 逆射的光线会构化出红霞如染 云海蒸腾 山巒 村落 林木如墨 如果再加上薄雾 青舟 飞鸟 相互衬托起来 在视觉和心灵上就会引发出深深的共鸣 使作品的内涵更深 意境更高 韵味更浓 能够增强被射体的质感 特别是拍摄透明或半透明的物体 如花卉 植物之叶等 逆光为最佳光线 因为 一方面逆光照射 使透光物体的色明度和饱和度都能得到提高 使顺光光照下 平淡无味的透明或半透明物体 呈现出美丽的光泽和较好的透明感 能够增强画面的纵深感 特别是早晨或傍晚 在逆光下拍摄 由于空气中介质状况的不同 使色彩构成 发生了远近不同的变化 前景暗 背景亮 前景色彩饱和度高 背景色彩饱和度低 从而造成整个画面游远极近 色彩由淡而浓 由亮而暗 形成了微妙的空间纵深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